医生们将评估她的情况并进行必要的治疗。 他们表示将继续以适当速度帮助她康复。 贝利达尔的父母鲍伯和贾尼星期天在家乡爱达河州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儿子提出了一些建议。 现在有这么多人帮助你,在各方面帮你完全康复,要信任他们,没关系,给你自己充分的时间来恢复,解除压力。 不急,你将拥有你的生活,在你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我们继续时时刻刻为你祈祷,我们为你重新获得自由而赞美上帝。 我们之所以这样讲话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跟儿子通话。 虽然大家都知道,凭靠卫星技术我们有通话能力,没有通话的原因是,它被关了这么久,恢复将是非常困难的。 这就像一个潜水员,潜水很深,必须逐步地返回水面,如果它上来太快,就可能丧命。 阿富汗塔利班星期六释放了贝里达尔,用来交换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军事监狱关押的五名极端分子。 这五名极端分子被空运到卡塔尔,卡塔尔在相关谈判中充当了调停者。 包括麦凯恩参议员在内的反对党共和党人说,他们很高兴看到贝里达尔重获自由,但他们也批评奥巴马政府与恐怖分子谈判。 麦凯恩说, 我觉得这里面的大的问题是,这五个人将会怎么样,如果他们继续战斗,那么就会对美国人的生命构成危险。 没有人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论是哈格尔部长还是任何人,但是如果他们在卡塔尔待一年之后就能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毫无疑问,他们会重新作战。 已经被释放的关塔纳摩的其他的战俘已经重新进入战斗了。 共和党人也指责行政当局没有把谈判交换战俘的事情通知国会,称其违反法律。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则表示,国会没有告知,是因为官员们担心贝里达尔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他说,美国有责任把军人从战场上带回国。 塔利班五年前抓到贝里达尔,当时的情况仍不明朗。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